10月8日,有网友上传了网红海洋的凄惨遭遇,能够看出,面对两个年轻男子追到家里,海洋本人无奈之下只能跪地求饶,情绪失控声泪俱下,坐在他身边的则是海洋的妈妈,一直不断用手擦拭儿子的泪水,被人追到自己的家里。 海洋妈妈唯一能做的只剩安慰,海洋在前几天的时候曾发文,当时就说过被人找到家中,本以为家是最安全的地方,但最终还是连累了母亲,相信关注海洋的网友应该都知道,作为一名千万网红,海洋遭到了资本公司的欺骗,导致他五年时间没有赚到钱,并且还患上了抑郁症。 说他是千万网红中最惨的一位丝毫不为过,前有美食达人李子柒,后有外卖小哥海洋,不管真相如何,远海洋都能够微笑面对吧。